就是布景主題的那個圖示把它變更 各位可以看到沒有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是圖已經把它變更了 所以呢你只要自己 當然這個小icon不是說一定要從網路上抓甚至你可以自己手繪啦如果你自己可以自己畫那個 這個小icon的話 一樣是PNG啊你們可以用那個什麼Photoshop或Illustrator比較常用 或者一些其他畫icon的小說圖你也可以把每個地方都畫成你自己風格的一個小說 感覺起來那個App我想應該就更加分了 那只是說呢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地方再加上圖特別注意有兩個地方你可能要再注意 OK第一個我再把剛剛那個地方特別注意我剛剛換布景主題之後 其實主要就是在 我先把這個這個先拿掉一下這個style其實就是加上style這個就css 把這個css加上去就OK了 那主要就是 加在哪裡加在head上面 那我們剛剛那一段特別注意就是這一段如果你不要貼錯的話 我有把那一段放在雲端上面所以如果你那一段沒有錯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就是這一段程式 那因為我 特別注意最關鍵的地方是我是把他 解壓縮之後那個sing 這個sing是這個直接怎麼樣 直接call到我的網站的 根目目底下 特別注意路徑最容易做錯是這個因為我直接把 解壓縮之後的這個 直接call進來 你可能要看一下 如果你沒有整個call進來的話你只是call單一個檔的話 那就會 找不到他要的東西 所以記得整個把他 丟進來就對了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呢 改這個 這個sing 如果你未來你假設那個目錄名稱不一樣的話你就稍微改 名稱 這個我是要理app 如果你不叫這個名稱你改一下 還有這一個 主要是這裡 這兩個 這兩行 OK 其他的話 底下這三行也是從那個sing row 如果他上面直接產生的 有沒有 登錄的時候沒有 這邊就有了這三行 OK 直接call過來 其實 也沒該什麼 只是說他上面這兩行 給的訊息好像有點錯誤 他多一個css 意思好像是說 你可能 要把sing 先放在 css目錄裡面 其實差別在這裡 其實像做這種 設計類的工作 最麻煩的地方就了解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你看得懂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倒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人 這個 為什麼很快就可以把這個事情做完 其實就 看懂關鍵的地方 其他的東西就其次 OK 然後 再來的話呢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布景主題 我這個布景A跟B嘛 然後看到 結果應該就可以看到沒有問題了 那接下來就是說怎麼樣把 這個東西 加上按鈕 因為我的按鈕 我是放在這邊嘛 01234 4個 意思就是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4個按鈕 的圖放在 這邊4個 剛好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你要怎麼樣剛好讓他知道說 我的圖在這邊 其實當然我們的直覺會覺得是不是插入一個超連結這樣比較快 但是沒有那麼簡單 他基本上的原理原則是第一個 你需要增加一個什麼 CSS的一個style 就是說呢你今天希望你要加這個的話 第一步 你需要先在 你需要 在這個底下增加一個style 比如說我要增加第1張圖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 這個先拿掉 這個list 其實我是01嘛 我就取一個名稱叫01好了 這個是他的名稱 好 然後我就從哪邊的style 到style結束 這個是第1個圖的 那底下的話呢 敘述什麼樣的訊息 這個style中間 這個就是他的 所謂的 點嘛 點就class class的 就是點 下去後面就他的名稱 他會產生一個 這個叫UI icon 名稱叫01的一個icon 然後後面的話呢敘述什麼 敘述就是 他background image 他背景圖是哪一張 UI 就位置裡面在我們的 網站裡面有一個image的資料夾 裡面有這張圖 另外的話 size 我就用24x24pixel OK 然後就記得 一個頭一個尾 如果你要產生第1張圖 第一個 先產生 把它Ctrl C 放哪裡呢 放在head的上面 斜線的head上面 其實就是 這個 的上面 那我已經有一張 一個 CSS的類別 叫01了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張圖放到這邊來 OK所以這個是1 所以 你可能要幾個 01有了 再來就是增加一個CSS 放在這裡 再來就是把 這一個CSS告訴他 那怎麼告訴他 很簡單 其實只要怎麼樣 把你的這張圖的位置 其實我們Data icon 有沒有 之前 並沒有 叫01的 但是我剛剛CSS有產生一個0 其實改這也就好了 好改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其實看一下 站一下 01有沒有發現 圖出來了 OK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如果沒有錯的話 理論上就這樣 02怎麼出來 反正固定的SOP 把Style到Style 複製一下 當然你第一個你要先有圖 第二個的話產生第2個Style 名稱也許叫02吧 跟他講說這個02的Style 他的位置在這裡 然後這個不用改 所以改這裡 改這裡 然後再來 改這邊 Data icon 有沒有改02 那一直累累03 一樣 所以 01 02 03 04 乾脆這樣 其實為什麼用01 123 因為很簡單 不然的話你要想那個名稱叫什麼 而且有時候用中文好像又會出錯 所以乾脆 我現在是用最簡單的方法 01 02 03 04 好四張圖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底下 我Data icon 01 02 03 04 OK因為他已經對應到上面 所以 再看一下 1234有沒有出現 有沒有出現 OK 如果你當然你App裡面有都是你自己的圖的話 感覺 相對的一定是不一樣 而且現在很多App 美工都沒有做得很好 其實這樣已經很 很不得了了 看起來已經越來越有質感 只是說 有點難 對不對 不過步驟我有把那個細節 剛剛 程式都放在雲端上 所以請各位自己再參考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而且這些東西 說真的你網路上要查到參考也很困難 我大部分都參考那個官方的說明 官方的 JK官方的說明 上面其實寫的也不是很精確 不過 如果會這些東西 並且可以把 這些東西納入加入到你自己 將來要做的作品裡面的話 感覺應該是不 不一樣 OK 如果以後你手機上面可以好幾個都是你自己寫的App 感覺應該會沒有 蠻有成就感 OK 試一下 試一下 可以 谢谢大家